下一个是我们喜欢考的重点 叫做去乌原理 我们介绍你的就是叫做界面活性剂 界面活性剂的意思就是 有一边是水 有一边是水 有一边是脏东西或者是油 那我把这两个交界 然后把它连在一块 然后达到某个效果 叫做界面活性剂 去乌原理就像我当晚要讲的 这其实广告上都拍得非常好 都显示了我们的去乌原理 广告上都会说有个某某特殊去乌成分 然后就冲过去抓着那个脏东西 把它拔起来 然后就把它弄掉了 就是这样做 就是这样做 我们的清洁剂 我们的像清洁剂肥皂 一个长练的构造 有个大头 有一个长尾巴 像蝌蚪一样 大头那端会清水 喜欢水 长尾巴那端喜欢油 为什么国中生不用管 然后他就喜欢油 那于是乎 我们 丢下去之后 喜欢油的就去抓油 他就把油包起来 那外面就看到水 就喜欢水看到水 喜欢油的就看到油 然后呢 水晃一晃 就把它拔起来 就包在上涂上面的那个黑色一圈包起来 然后就把它带走了 就把它带走 把它带走 把它漂走 带走 把它打到我们的清洁的效果 就把油污给去掉了 这叫做戒面活性剂 戒在你的水跟油当中 然后把它包起来 然后带走 水只看到喜欢水的 油只看到喜欢油的 然后把它就弄起来 就要所谓的 它就是个悬浮容易 飘在水中 这样达到清洁的效果 像这边的动画所显示的样子 这个就是 有一个油 有长长的 尾端有个油 这个油跟水跟油没有吸引力 然后但是我们的喜欢油的就去抓油 喜欢水的就看到水 然后一冲就把它拔起来 把它拔出来 然后变成一包一包 包在那中间 就达到我们的清洁的效果 然后就这个意思 跟广告说很像 某某某去污成分的结果 OK 或者是这个 康圈的动画表达同样的意思 肥皂的去污原理 肥皂的组成分子 大部分是一个 长面状的碳性化合物 在一端连结眼泪形成的 肥皂分子的碳性长面部分 是清油性端 另一端的眼泪 是清水性端 在洗击衣物时 肥皂分子的清油性端 会融入油屋中 使得油屋被许多肥皂分子包围 而与衣物分离 并形成微小的水浮粒子 达到洗净的效果 好 这就是基本原理了解 然后考试会有人 有人问过说 哪一头喜欢 水哪一头喜欢 油 蝌蚪 大头的地方是喜欢 水的 长端的地方是喜欢 油的 既然这个 擦进去游里面嘛 长端的喜欢油就可以了 就是它的 去物原理 这是一个重点 考试会喜欢问的一个重点 那么这有个比较 肥皂 硬性清洁剂跟软性清洁剂 肥皂溶于水是呈碱性 合成清洁剂溶于水都是中性 都是中性 那么因为是呈碱性 所以不适合用来洗动物性的纤维 不适合用来洗动物性的纤维 然后硬性系的游染液都可以使用 好 那所以这里不适合 那现在 在现在的环保的过程中 肥皂溼又重新流行 等一下就告诉你为什么 那肥皂溼不是不适合用来洗动物性纤维吗 不过没关系 因为如果你真的有毛料衣服 你也不会放在洗机洗啊 你就拿到干洗淀去洗 所以呢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适用的水质 肥皂不能够用在硬水中 或者是食塩水 比如要讲它不容易食塩水 對不對 硬水就是含有钙鎂移植的水 讲硬上有血 还有钙鎂移植的水不适合用 那么核润片都可以用 那现在肥皂溼为什么可以重出江湖 你看他要用什么水 都是用致癌水 致癌水会引短化过的 所以没有硬水的问题 所以都可以用 没有问题 你也不会拿来洗毛料衣服 所以也没有问题 所以就可以拿来重出江湖 因为最后一个叫生物分解性 肥皂生物可以分解 硬性基础剂生物无法分解 所以你洗完东西排放出去 它就很难分解 就会造成污染的问题 软性基础剂是可以分解 所以肥皂是为什么重出江湖 因为它原料很天然 就是油脂跟 新讲话碱类 原料很天然 做出来的东西 洗出来的脏水 生物可以分解 比较缓 那一些困难点 说水要不能够用硬水 现在没有这个问题 不太适合洗动静纤维 也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都拿去干洗 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都可以拿来重出江湖 这是考试会有人问的问题 比如说就问你 谁可以被生物分解 谁不能被生物分解 比如说要请问你 肥皂水是什么系 肥皂水是碱性 就是你要记得的事情 就是我们有关于讲 我们的肥皂 跟我们清洁器的使用的状况 可以吗 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 很好 请写课堂练习